北方家庭养兰一直是养兰爱好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因为兰北气候有所不同 北方的冬天比较冷 那气候比较干燥 那在北方养兰当中应该注意哪一些问题呢 第一盆土要求 以含大量辅置疏松排水性良好的中性偏酸性的土软为佳 那ph值一般在5.5到6.5左右是比较好的 那第二放置的场所 兰花在春夏秋尽可放在室外养殖 要求选择在通风环境又无环境污染的地方 如果说有池塘或者是河滨的地方 那是比较好的 那夏天的话可以在阳台放置遮阳网 减少阳光照射降低温度 那夏天的话尽量 蓝盆最好放置在木架上 若放在地面要垫一砖头 这样子可以加强盆底的一个通风性 那第三适当的遮阴 兰花洗光照 淡季烈阳暴晒 可适当的遮阴 兰花在4月上中旬可去往开窗 多照阳光出去生长 5月份除中阳光外可遭6个小时 那从6月份开始的话就要全天的遮阴了 10月以后除中阳外可以全避开养护 记住阴多夜好 阳多花好 第四合理的撕肥 兰花本次数 撕肥要看所选盆土及生长情况而定 凡是生长茂盛无病害的可以撕肥 生长差的 这不适宜撕肥 那心丧盆 未浮盆的兰花需要经过20到3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 再进行撕肥 给兰花撕肥不要用花肥 如果是温度高或者是温度低的气候的话 也不适宜给兰花施肥 给兰花每次施肥可在傍晚进行 那早晨浇清水 这个叫做回水 那给兰花施肥的话 记住一个原则 剥肥清食 兰花是不喜欢浓肥的 如果说给兰花撕了浓度过高的肥的话 会造成肥害的现象 第五 适当浇水 兰花浇水是从盆边浇 不可浇入花苞内 浇水量应按照气候盆土干湿度程度及 兰草生长的情况而定 越大多浇 越细的话就少浇 四月份到五月份的时候 兰牙还没有出土 盆土已干一些 过湿的话容易造成牙腐烂的一个现象 六月份到九月份为兰花新牙生长期 浇水量可增加 切记不要在中午裂阳的时候浇水 因为气候的话是比较干的 那秋天可以减少浇水的量 如果说室内温度比较干燥的话 可以选择在早晚的时候 进行一个喷露 增强周围的空气湿度 那冬天应该控制水量的保持八层干两层湿 第六 防风防雨 那兰花可临小雨 淡季没雨暴雨或连续下雨 否则容易造成烂腥烂液 那雨多的季节可适当撒少木的炒木会 如果说临了雨之后的话 记得给兰花进行杀菌 那第八防寒保暖 兰花因品种不同 原地原产地不同 原产地不同 抗寒性强弱的话也是不同的 所以冬天进房的时间 即在室内放置的位置的话 也不尽相同 那比如说寒南渐南木兰 生长在南方是比较不耐动的 在气温5摄氏度的时候的话 就可以近似了 尽可能放在蓝面向阳的地方 而春会的话是比较抗寒的 可以选择在零摄氏度的时候再进房 放在东北面即可 在晴天无风的时候 中午前后可朝阳或者是东面的话 要开窗拉网通风 最后一个防病自从 盆土一般要进行杀菌处理 烈日曝晒也是可以的 以防止病害的发生 兰花在多余高温的季节 容易发生白菌病 少量可用湿布擦除 如果说喷那个量多的话 可以用郁菌辅梅里 1比750的比例 每隔7到10天喷一次 那如果说是害虫 比如说戒合虫的话 可以在敷卵期1%的氧化乐果 和25%的亚硝酸磷炼乳油 那以上的话是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希望对蓝友有所帮助 如果说没有点关注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